新闻疫情连环报 光是这间位于台北市新医区的老人安养中心 去年爆发群聚感染 就造成至少7名老人不幸死亡 现在疫情深危 要如何减少高龄的重症 成为防疫的重中之重 收到包裹仔细喷洒酒精 才能搬进高龄者的居住空间 虽然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 今年截至4月14号 欧莫控轻症或无症状的病例 占了九成五以上 但高龄者的中重症和死亡病例都是最高 而且两者都有慢性病史 截至14号统计 今年29名中重症个案里 没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满14天的个案 就有14人 占了中重症患者的48% 将近半数 对此有抗SARS经验的前卫生署长 叶金川跳出来喊话 所有老人都该完整接种疫苗 才是解放 其实老年人都不敢打 因为一开始是打老年人 打AZ 就媒体效应就报了很多副作用 那现在不打AZ 现在是打莫德纳 那你怕的话 打高端也可以 高端保护力也是有 有打比没有打要好 65岁以上老人在万分之一 但是你想想看你不打 现在是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死亡哦 强调有打比没打好 叶金川更以今年香港疫情惨况为例 80岁以上的病例 整体死亡率超过10% 其中曾接种满两剂疫苗的个案 死亡率为3.28% 但只接种一剂 或未接种过疫苗的80岁以上长者 死亡率却高达13% 等于完整接种疫苗的老人 死亡率降低了10% 疫苗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只长者病毒 也会找上没有施打疫苗的小孩 虽然卫福部开放了6到11岁儿童 可接种莫德纳疫苗 问题是该打不该打 能打不能打 争议还在烧 叶金川也直言 副作用不至于不可逆 但万一儿童染疫 新冠后遗症将影响全身 小孩子会发生心肌炎 那个是在比较大的小孩 6岁到11岁的小孩 发生心肌炎的概率很低 那会有副作用 会发烧手痛 这些症状 但是这不是致命的副作用 有得打就打 真正感染起来 他是全身性的 现在不是肺部的疾病而已 是全身性的问题 有得打那最好还是打 与众心肠 准准告诫 叶金川长调距离疫情高峰 还有一到两个月 疫苗打一针 算一针 那么随着疫情升温 中央启动的 亲政居家照护 是意味着台湾 进入防疫新阶段 又或者是疫情防治 还是出现趟平趋势呢 那居家大家怕的是说 来不及送医院 那但是真是把 行政放在家里 就是保障 大家到中阵 中阵时候有医院可以去 那香港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不分流嘛 不分流就全部挤到医院 那医院就是 就护担不了 就就崩溃了 分盘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对的 叶金川借进香港 应见重申轻症 核重重症分流 才不会导致医疗体系崩溃 但说到底 要守住重症求清零 轻症可控管 正常过生活的新台湾模式 冲高疫苗覆盖率 仍是当务之急 静讯文林永平附建 陈吕少博采访报道